感謝大家訂閱本影片 讓我們像影片一樣 無限飆砂 製造無限可能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大家有看到嗎? 這麼大箱 不知道是裡面是什麼東西 這個阿丁又去採購了不知道是什麼 我們一起來猜猜看裡面到底是什麼東西 我們來開箱吧 感覺這個應該不少錢 而且這個上面的 改配燈號 好像是 日本來的 我們來看看是什麼東西 喔 是一番賞 這個看起來應該又找了不少錢喔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一番賞是什麼 最近很夯的 鬼滅之刃 3 這個是 我看到裡面的一小箱 裡面還有 我慢慢猜 等一下再告訴大家 看看裡面是什麼東西 這陣子阿 因為 10月底 鬼滅之刃 的無限列車邊就要上映了 所以 鬼滅之刃 這這一部動漫 真的是很夯 這是第二箱 還有 喔 第三箱 這箱應該是 一些背板阿 或是抽抽的 沒關係 等一下再拆給大家看 喔 哇 這箱太大箱了 這個 小威武可能搬不太動 我等一下 再慢慢拿出來 因為真的太重 太大了 連我都搬不起來 太難太難了 那 這個 最大的 到時候再拆給 大家看看 剛剛已經開了 那麼大箱的 鬼滅之刃三一番賞 那我現在就是來 公開 登登 總共 有80抽 我們第一次 就可以拿到 這麼多乾乾淨淨的 一張都沒有貼的 一番賞 那等一下 小灰 會來試試手氣 石抽 會種哪些東西呢 那我們等一下 大家期待來看看吧 總共八十抽 都在這個小盒子裡面了 那我來看看我能種哪些 登登 你看 滿滿的都是一番賞的籤 好 這是阿中應該花了不少錢 來看 第一抽 第一抽 是什麼 好賣一點 登 一賞 手氣有點差 第二抽 啊 F賺 第三抽 啊真的 手氣真的不色號 又是F 登登登 看一下 喔 中了一個D 我的D賺是 好像是 來看一下 D賺是什麼 D賺是 資料夾 就是鬼滅之刃的資料夾 啊 資料夾的部分是可以做選擇的 看一下 看接下來是D5抽 D5抽 為什麼呢 啊 又是E 真的 F21 1D 我的A賺呢 A賺怎麼會出來 第六抽 開會不會是 欸 喔 B欸 哇 不錯不錯 第六抽就中B了 來看一下 第七抽 會不會再來一個A 等等它是什麼 第二個B 嘿嘿嘿嘿嘿 手機也太好了 實抽裡面有三個A 3A 5 4A 1D 2B 其實手機已經不錯了啦 這樣抽到兩支B 也蠻強的 一模一樣 那我 來看看 阿中 要不要來試試看看 來 神之手 來抽看看 看他的手機 因為畢竟他 全包 看一下第一抽是什麼 1 有點爛 不要抽 你抽個不抽好了 欸這給他 這給他 這給他 來我抽 看你手機會不會好 登登 F 欸 A嗎 又是E 什麼什麼 我看一下 我你跟他一樣有緣的吧 呵呵呵呵 一種都是E 好險 小妹手機比較好2B 只抽就中2B 剛剛啊 我們再又利用點時間 阿中又在背後 默默的去抽他想要的C賞米豆子 結果你們知道他花了多少抽數嗎 他默默的在那邊抽抽抽抽 一張一張的抽 他總共抽了23抽 才抽到了C賞 米豆子 他心中夢想的米豆子 真的手機不知道 所以我剛剛來開開看 我們剛剛不是抽了15抽嗎 15抽 我就中了兩個B賞 B賞呢 是我731 這樣子 那我等一下後面 我還是會詳細的 讓你們看一下 裡面實體的公仔的樣子 我都會開箱給你們看 那這是我中了 剛剛4抽一下手機 我兩支B賞 我731 嘿嘿 那再來就是 E賞小獎很多 總共有8抽E賞 那我先開 盲抽一下 盲抽 先拿一個 開開看 啊 先讓你們看一下盒子好了 我請 我請阿兄給你們看一下盒子 他的外觀 E賞有哪些 E賞有哪些 我第一盒抽到的E賞是主角 那他的材質啊 那他的材質啊 還不錯 是那種塑膠的 還蠻 是那種 可以當作手機吊飾啊 他就是那種 材質是那種 很耐用的那種塑膠材質 那我 我後面 影片後方 我會把詳細的 E賞 各個角色實體的樣子 鏡拍給大家看 那這是E賞的樣子喔 那再來是F F5 剛剛15抽 我跟阿兄 F抽 中了4個 那我一樣 先 也是盲抽 看看 我的盲抽 第一盒 會是中到什麼呢 那F賞的角色呢 總共 是以 呃 柱為主 對 他是柱的角色 啊 那給大家看一下 那個角色好了 柱的角色的圖案 那我一樣 請阿兄給大家看一下 開個 我看我第一個座 是這種 喔 我真的手氣不錯欸 電影版的主角 喔 岩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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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手氣真的不錯不錯 D一盒就抽到了 岩柱 那F賞就是 以柱角色為主的 一樣是 類似 吊式 一樣材質 跟D賞材質是一樣的 那一樣 放在這裡 那再來是D賞 初五抽主動的一個D D賞是什麼呢 D賞是資料夾 就是這個 用手邊 大家有看到嗎 就是這個資料夾 這是D賞 它D賞資料夾 有好幾個 有好幾個 那個圖案 那我一樣 等下 會在影片的後方 告訴大家 D賞有哪些圖案 實體的樣子喔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D賞有哪些呢 那D賞的話 總共是有四種圖案 然後畫面帶給大家看一下 是這四種喔 那每一種圖案的資料夾啊 它還有會有兩款 那我翻一下給大家看喔 那這一款的話 這是鬼王 那後面的話就是 這個 那再來是 這邊是所有住的圖案 那後面呢 就是人物角色的一些Q吧 然後再來是這個呢 後面是 這個 這是我們帥氣的男主角喔 那再來就是 登登 這主要就是這四個圖案喔 這就是D賞的部分 登登 我抽的G賞啊 小威我沒有抽到 可是我還是給大家看一下 它的外觀包裝盒子的樣子 我們要請阿長給大家看一下 那G賞呢 主要是以那個公仔的形式為準 所以 等一下也會在影片的後方啊 就告訴你 所有的G賞實體的樣子 給大家看喔 登登 大家有沒有看到我的桌面 瞬間變得非常豐盛啊 我剛剛已經花了很長的時間 把公仔的ABC賞 全部都已經開箱完畢 那包含最後賞 以及G賞的小公仔部分 也一一都開箱喔 那還有E賞跟F賞的那個 吊飾部分 也全部都已經 展現在這裡 那 等一下 影片後方呢 我會詳細介紹 A賞 以及 最後賞 蝴蝶人的公仔啊 他們小細節 會差在哪些地方 那以及 EF賞 還有小公仔的一些近拍畫面 告訴你們 給影片呈現給你們看 那如果喜歡我們的頻道呢 或是我們喜歡這支影片的主題呢 歡迎在下方記得幫我們按一下訂閱喔 那並且分享一下我們偽中生物與蝦頻道 並且分享給大家 我把蝴蝶人的A賞 以及最後賞擺在一起 來讓大家看一下對比的 差別到底在哪裡 那左邊的話是A賞 那右邊的話是最後賞 然後把鏡頭拉近一點 看得出來嗎 看得出來 到底猜在哪裡 這是A賞 A賞的塗裝呢 它會比較偏向是 呃 暗色系的那種 蠟的那種感覺 就比較 呃 整體看是沒有那麼生動 不過就是也是很好看 那畫面帶到 最後賞 最後賞 最後賞的蝴蝶人呢 他從頭髮 到衣服 以及他背後 全部都是 採用 會比較 塗裝 會比較像是有那種 閃亮亮的那種 反光色 所以我鏡頭再下去啊 就會有一點那種 反光的感覺 那細節的部分啊 我個人是很佩服說 他連他的 刀 大家有看清楚嗎 他的刀啊 會有那個 滅沙對的字樣出來 而且那個字 其實是很小的 那就是A賞 以及最後賞 的蝴蝶人的樣子 那我轉一下 背面給大家看喔 那他整個背面啊 大家看 他的衣服啊 也都做的那種 曲線型飄移 包含刀 整個細節都有做出來 他我個人是也就蠻喜歡 蝴蝶人這個角色 嗯 那 最後賞的部分也是一樣 啊 他差別就是這個衣服的背 顏色 這邊 粉紅色 好 這尾巴的部分 他的那個 亮度 就會有點 會比A賞的亮度 還要再大亮一點 就是他的那種反射性 看起來就會比較活 生動 活潑的感覺 就連他這個白色的部分 也是會做的那種亮亮的 所以我個人啊 是蠻喜歡最後賞的 如果是跟A賞比較起來的話 我就會蠻喜歡 最後賞 對 那這就是A賞 以及最後賞的差別喔 我可以看到 那些看起來 是可以嗎 那些油 可以看到 所以我會不會太多 也會不會太多 我們會去這邊 那些油膜 都會不會太多 有了 那些油膜 吃 那些油膜 都會不會太多 那些油膜 你會不會太多 就能靜點 然後 你會不會太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感谢大家用心看完整段影片 本频道是利用养病剩余的时间制作的 至于什么病呢 请点选用上角的连结吧 喜欢影片就帮我按赞分享 别忘了订阅伪中生活旅行家频道哦 记得开启小铃铛 就是给我们最大的鼓励 我们会不低期上架新的影片 另外也可以搜寻FB加入粉丝团哦 剩下最后六张 刚刚我已经 八十抽就出来了 八十抽就出来了 八十抽叫十抽是小微 十一抽 跟这个小微抽十一抽 因为刚刚途中 他一抽入魂中到A赏 然后剩下的 六十九抽 都是阿丁抽的 然后刚刚我讲 第二十三抽米豆子 现在抽到剩六抽 第二只米豆子还没抽到 八十抽里面最后剩下的六张 还有一只米豆子都还没出现 我们先来拼看 我们要看谁先中 掰 四张来来来来 来一人拿两张 好一人拿 那我们左边两张 看谁先抽到 是阿是阿 我抽到了 你不用试了 我抽到了 八十抽 你抽四只 两只B一只C一只A 结果全部都被抽走了